疫情期间你我的故事聆听各行各业的心声 这一集咖啡店店长陈婉瑜来跟我们分享疫情期间他的心情 哈喽婉瑜 哈喽婉瑜 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波疫情冲击 你们咖啡店的业绩多少跟以往到底差了多少呢 你们的业绩应该落差了有八九成左右 那之前好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可以过完 然后像现在最差的时候就是一天大概就一百多块 就是大概是一杯卡夫 这一段期间很多餐饮业者都觉得快要撑不下去 甚至有很多老店也都关门了 那你们会不会一度也觉得自己可能快撑不下去了 我觉得多少是有的啦 因为就像我不是可能不是花钱的人 我也会觉得说这么多的成本要致孕 那身为老板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那你们在这一波疫情的期间 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规划 想要突破困境啊 或者是说化危机危转机呢 就是我们想说疫情时间我们也不能够停下脚步 那还是要做一些精进 然后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做PK 拉花PK的练习这样 然后会把那个PK的成果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跳水 在这两个月来我觉得就是也是进步很多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打算推出拉花体验的课程 那也算是疫情下的另外一种收获 然后有新的策略可以面对待 这一波微解封对你们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帮助 其实微解封可能还好耶 对啊 因为它还是 目前还是进行内用的话 其实对于店内的帮助会比较少一点 那如果未来逐步走向全面解封的话 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可以让大家有信心可以回来喝咖啡呢 一方面因为我们店内的空间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做所谓的梅花座啊 或是隔板这边的我们都会去执行 然后我们也会控管进入店内的人数 可能还是要减少交谈 因为虽然来咖啡店大家还是不想聊天啊 然后喝个饮料 但是可能现在这个期间会比较不适合 就是大家一起这样 疫情期间很低迷 但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觉得很感动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 我们有一个外国客人 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那他要前阵子要搬过去台东直居住 然后他直开台东前 他就说他特地来消费 然后买一些东西送给他的朋友 然后也希望也鼓励我们就是可以继续的撑下去 然后想要让他的朋友也更知道我们的店这样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疫情 难怪 好 那在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加油打气的呢 疫情是不会停下我们的脚步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行动支持 祝您趁劲的好店家 然后我们会一起度过疫情的艰难时刻 好 谢谢婉鱼 拜拜 谢谢 拜拜